那你到底為什麼 為了什麼目的而去旅行呢 其實我我從小到大 都很想要逃走 就是逃離自由的生活 難怪他跑得最快 可能有這個想法 對 應該是這個原因的 難怪全球跑最快的是他 一直跑跑 我不要想第一名 我要想我要逃跑 我就會從第一名 所以其實導演那時候 經歷了富商 那我看他跟他爸爸 這張照片是兩個人一起 頭靠著頭一起拍照的 這很讓我震撼 因為我父親是 我奶奶是日本人 他是日本教育出來的 所以我父親很嚴謹 是 對 你知道他很愛我 日本的爸爸 對 他就是 不苟言笑這樣 甚至牽他的手 他都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很難從他嘴巴 或是從他的字體當中 找到一些愛的動作 但你可以知道 他就是很愛我 那我看他跟他父親 兩個這樣拍照 我覺得這個是我跟我父親 永遠到不了的情感 所以那次 其實只是表達愛的方式 不一樣 對 我們第八次 所謂第八次 方面對我來講 那是一輩子很傳奇的事 他是在我父親的告別式上出現的 可是因為我父親 過的時候他堅持不發不聞 所以也不是告別式 就是一個簡單的行李 然後他就來了 那他好像也沒有參加過 什麼這種儀式的狀況 而且我是收到間接的簡訊才來的 然後他也不知道怎麼敬禮 只是因為說他前面七次有跟我人間蒸發 那他覺得這個該來 然後他就在最遠門口的那個位置 他就跟我比了一個這個動作 然後就用嘴巴說 沒有聲音的就這樣 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無聲呢 你是最棒的就把他說出來嗎 可是那個時候是在 也是 我真的太不懂禮貌了 但是那個其實很溫暖對不對 不是 那時候我參與校橋 就想說這莫名其妙 你現在不知道這是告別式嗎 你這什麼招 然後我就 其實本來這個旅行只是 我只想單純寫一個食譜 然後我爸爸就是想我奶奶的每一道菜 我覺得我把它再寫出來我可能就好了 或者是我喝到那碗湯就好了 然後可是就在跟出版社聊的時候 就突然講說 我有一個朋友在告別式那天 好酷喔 然後也好怪喔 然後就把剛剛我們這個 所謂的一切也跟他們講 他說找他 你找他一起去啊 就用你們每次那個重型摩托車 因為他騎重車有一個他的道理也蠻酷的 就是為什麼要騎重車 他有他的道理 因為騎車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 我覺得第一個速度感當然是很直接 但最棒一點就是旅行最棒的是 你到每一個鄉鎮 你會聞到不同鄉鎮的味道 只有騎車的時候 可是你開車是 開車只有空調的味道 只有冷氣的味道 所以每一次 我自己在騎車我很享受那個快感 所以我就很想要帶他去感受那個身體 肌膚或者是味道 對尤其他會跟我講說被風切到的那個感覺 是切到 我第一次就是嘗試想要被風切到 比方說我們現在巷子裡面這樣被風切到 所以開始要被風切到的時候 你不要再鬧了 不要講今天有的沒有的 然後就是他的那個直線 所謂直線加速之王 就是0到100 從這邊到這邊 時速100公里 3秒鐘 3秒鐘搞定 就是你幹什麼的第一個字 還沒有說出來的時候 你已經到100 然後我就被他這樣 他說準備好了沒 就開始 不要說什麼風切好了 也不要說幹什麼的第一個字 就是我剛有在這個世界上過嗎 你知道我說那個感覺 他是被帶走的 帶到下一個空間去的 你完全還沒有力氣跟時間去思考的時候 你就被帶到另外一個時空 就很像電影裡面那種穿越時空 你就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從西濱開始 對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也覺得說 好吧就算這個叫危險 這叫恐怖沒關係 我就讓一個人這樣子 然後我立刻可以穿越時空的話 可是第一天晚上 第一天的時候我就後悔了 為什麼 我就想要說幹什麼的第一個字 等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旅途上第三男主角 直線加速之王 我們把它叫出來 讓我們看一下 到底長怎樣 長怎樣 一直到昨天我都不確定 直線加速之王到底能不能復活 過了這部電影呢 我們 總共有四個祭師 全時 在幫他 做全身的按摩 復活他 一直到最後一刻的時候 日本的廖劍進來 師傅有能力可以修復他 大概十二點多才完工 耶 落地 我靠裡面 明明就從外山草的草進來 要很快嗎 比 要很快 漂亮 今天是張睿佳的替身 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在電影裡面露臉 張睿佳為什麼演徐君豪 那是因為徐君豪輕點的 你那個頭髮捲度還不夠 你那個頭髮捲度還不夠 你戴這個金項鍊跟金鍵子 輸了我沒有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怎麼樣拍一部 重型機車旅行的電影 到底是要表現車的速度感還是什麼 可是其實我回過頭來我發現 重車的高速行駛當中 其實人很容易進入一種幻覺 你會在被載的過程當中 或是你一直在一個高速的時間裡面 你雖然看見的是周圍的景色 可是很奇怪 過往一切的事情都會出來跟你對話 我就是被綁住才會叫 其實我跟徐君豪最多的就是 往事歷歷在目 什麼叫做這些人 你少的名字是誰 就是我們充滿太多的恐懼而不去面對 所有對我沒有見過的恐懼都跑出來了 那些風聲好像就會把以前你發生過的 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帶著你 因為你終於安靜下來 然後是在一個高速的往返當中 可能因為那個重車的長途的高速的行駛吧 我整個人的身體都有一種 每天好像是在漂浮的感覺 可是漂浮又讓你有無端的自由 很自由 可以好像去任何地方 但是你一切都不能掌握 我覺得好像 人的生命會有一個階段 在漂浮這種狀況 會是很美的 然後你知道你自己是這種 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將來就會好好的把握 保險其實我一直很好奇 怎麼說 坐在重機後面一百多天的感覺是什麼 只能往前進 不能倒退 原因是 因為摩托車是沒有倒擋的 對 那只要知道前面沒有路要倒退的時候 你就要下來 因為被載容易 做倒擋最難 就是你下來 一直拉著那一百多公斤的車 整個摩托車只要要回轉 會倒擋的時候就是我 它是我的倒擋 人肉倒擋機 下車 倒車 就幫我拉著 可是你們怎麼會騎到了沒有路的地方呢 其實我很喜歡找一些 不在我們GPS裡面出現的路 所以其實電影裡面那個 神木村或者是很多很漂亮的景點 千歲吊橋或者是梅花森林 都是被挖掘出來 都是被誤闖的 你有一個勇往直前很會逃避的 台客旅伴 然後他有一個很會到擋的朋友 專門幫他可以做 Return跟Back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旅行就好像 我剛剛說 就是說你以為你在穿越 可是在那個高速的形勢裡面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些 旅行最美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最美的風景的時候 你想下次帶誰來 然後或者誰還在也好 你會產生跟自己的那個對話 所以我們這兩個人 最多在旅行當中的就是安靜 在那個高速中安靜 然後感受旁邊有一個人陪伴 可是我們各自想著 各自的 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人 而且如果此生到此為止 誰會是你最重要的人 我剛剛才說兩個男人 騎著重機去環島很浪漫 這件事真的想起來很浪漫 進入一個高速的狀況 你可能只能跟自己相處 對 旁邊的景色是快速的往後退 然後你只聽得到風聲 君豪那時候想到誰 其實 其實 當初我是為了挺他去完成他的夢想 沒想到你在這個 這麼靜態的狀態之下 所謂靜態就是 你在騎車速度非常快 可能是一百兩百以上 但是那個靜態是自己內心很近 你可以去思考你自己的感情 或者是你的家庭等等的問題 所以在那個當下 其實我思考最多的應該就是 我到底要怎麼定下來 你是說伴侶的定下來嗎 對 感情的部分 我到底要怎麼定下來 是 因為當初後來我為了挺他 完成這趟旅行 可是後來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放掉了過去的逃婚 你是為了逃婚而去旅行的嗎 他其實出發第二天應該去結婚 但是他沒有 你就逃了 我就逃了 這果然是全世界逃最快的男人 逃最快的男人 但是用一個非常美麗的銘幕 因為要陪我去找一位男人 我覺得我們這趟旅程 最大的收穫應該就是 你在山裡面 或者你在蘭嶼的這樣一個部落裡面 都看到別人都可以過得很好 然後他們所謂的感情 並不如你都市人 一定講一定要怎麼樣 他們也是過得很開心 是 所以其實放下好像是一件 蠻重要的事情